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陈律师播报 我是美国黄安顿的陈上明律师 在这一期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刘强东案 下面会发生什么的第三部分 法院 如果检察院绝对对刘强东提起公诉的话 那他这个案件呢 就会被移交到法院 那个法院的第一个程序呢 叫Remant 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说的过谈 过谈这个程序呢 其实很简单也很短 大家可能在电影里面也看到 案件是案件号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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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6加 那个state of Minnesota versus谁谁谁 刘强东 那这个过谈这个程序呢 就基本上就决定两个问题 第一呢 就是说他告诉这个被告 他面临什么样的指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是告知被告 他有那个有权呢 有律师为他辩护 这个时候呢 法官会问 就说是你是需要 court appoint attorney 你就是法庭指定的律师呢 还是由 你自己去雇用律师 那如果是要用court appoint attorney的话 就是那个法庭指定的律师的话 你一定是就是收入很低的人 那我估计像刘强东 这个报道出来说 他是billionaire的话 那一般来说 他是法庭是不会让他 不会让他用法庭指定的律师 那这个arement里边呢 就是说这个过程里边呢 就是说是 在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案子 刘强东的案子 由谁代理的话 就是哪个律师代理的话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比较清晰了 那如果是被告人在被提起公诉以后 但是呢 在这个arement之前呢 找了律师 然后呢 律师呢 把他的律师代理证交进去的话 那这个arement的这个程序呢 也可以避免 就是说大家就是 告知他的权利的话 法庭是认为 这个他的律师会告诉他相关的权利 那就只剩下一个排期的问题 就是说排下一次开庭的时间 arement的以后呢 下面的一个程序呢 叫preliminary hearing 就是每个州可能叫不同的名字 但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叫preliminary hearing 就是预审 我们中国人说的预审 预审呢 就是说是在这个时候呢 要做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检察院要向法院提供 指控这个当事人的 就是败害 就是这个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法官呢 依据这个证据呢 决定有没有probable cause 是否这个case need can move forward 这个案子是否能向前进行 那那个这个时候呢 案件的受害人和相关的证人 以及警察呢 都会盗查 然后呢 由这个 就是说如果是 这个preliminary hearing 如果要进行的话 那法官和检察官呢 会问相应的证人 当事人很多问题 然后呢 法官最后决定 这个案件是否 进行到下面一个阶段 就是审判的阶段 那以我们的经验的话 如果在检察院和这个警察局决定 就是这个案子 有足够多的证据 那个可以就是提起公诉的话呢 大部分应该是99%的可能性的话 法官都会认为这个案子有probable cause 然后会向前进行 很少这个案子在这个阶段被撤销的 几率几乎是没有的 他林肯让这个陪审团 或者是在审判过程当中 来判定这个人没有罪 也不会在这个预审阶段 把案件撤销 那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检察官呢 会把这个所有的证据提交给法庭 那这个时候呢 法官就是律师呢 也会有接受拿到了所有的相关证据 那这个时候呢 检察院呢 检察官呢 会给这个就是那个犯罪嫌疑人的三个选择 一般来说就是三个选择 第一呢就是他可以plea not guilty 就是我不认罪 好那你不认罪的话 我们确定是不是有probable cause 然后呢案件就下一步进行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not guilty 那个另外呢就是guilty 那我认为我有罪 那这个案件呢就是说是 就进行到了下一个阶段 就是说是sentencing 就是判刑的阶段了 那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呢 就算结束了 有些州啊 包括我们弗吉利亚州呢 还有一个选择呢 叫no contest 就是我不看便 那我不认为我有罪 但是呢 我认为指控我的这个证据呢 足够充分 我会被判定有罪 那这个叫no contest 那这个时候呢 也相当于他的实质呢 也相当于最后的实质呢 相当于有罪 如果是这个案件 那个这个犯罪的嫌疑人 please not guilty的话 那法庭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然后决定moving forward的话 那决定要决定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确定这个案件 审判的日期 就到了这个审判的阶段 那到了审判的阶段的话 你会被就是认定无罪 当然了我如果你无罪的话 you walk free 你没问题就走人了 如果你被判有罪的话 犯的guilty的话 那也是就到另外一个 下一个阶段 就是sentencing的阶段 所以的话就是说是法庭 在预审阶段的话 会决定那个就是下一次 开庭审判开庭的时间 然后呢 给双方足够多的时间呢 充裕的时间来来那个 收集整理相关的证据 指控的证据或者辩护的证据 好 然后那最后一个阶段呢 就是那个判刑 就是如果被判有罪 或者是你认罪 或者是被判有罪的话 法院会有个判刑的程序 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陈律师包报 那个我们下期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刘强东案 下面会发生什么 校方的这个报道 欢迎大家到时收看 好谢谢 谢谢